好 最近我们特别关心中国国家安全部10月16号这一天发布的官方通报 特别指控说某个境外公司 A公司它是透过与中国具有测绘资质的B公司合作 并且他们是以什么名义 开展汽车智慧驾驶研究为这个名义来做掩护 实质是在内部进行非法的地理资讯测绘的一个活动 官方也通报没有具体说明A公司是哪一家企业 但是现在已经开始拆了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网路舆论开始发酵 他们开始把矛头指上了几家企业 这当中包括了美国的汽车大厂特斯拉之外 也怀疑使用英特尔旗下Mobile Lite系统的极客汽车品牌都在内 这些品牌稍后也都连夜发了声明自清说 不是官方所通报的A公司 我们看到过去中国大陆对于侵害国安的企业都会直接公开搜查 而这一次国安部只发了一个通报 不直接点名原因为何背后有什么顾忌吗 委员怎么看 这个顾忌其实很好猜啊就涉及到国营事业 所以他就不讲了吧 这个还用解释这个大陆上的禁忌就是在这里 这里面有特斯拉说不是他们 然后吉利七十二说不是他们 但是呢这个所谓的Mobile I这家公司 他有人念叫Mobile Lite 不管怎么念 有一个很重要的蹊跷 Mobile Lite是全世界最大的自动 汽车自动驾驶辅助系统的厂商 它设计晶片 它设计软体 它是最大的 所以美国汽车用它 中国汽车也用它 那Mobile Lite 是不是英特尔公司呢 其实不是英特尔是最近才成为它的股份的大股东 但事实上是谁 它是以色列的公司 当然听懂 它总部也在以色列 所以现在战争有没有班族 我不晓得 它就是以色列的公司 是一个技术非常成熟的 然后为什么我会说它 可能涉及到中国的国营事业 因为中国引进这个汽车自动驾驶系统 就是引进它的技术 引进的人是谁 资型科技 资型科技是谁 中国国家资金投了25% 你说这是什么公司 那如果说Mobile Lite 跟资型科技合作 然后资型科技合作了以后 去做这些所谓的 它的软体地图测试 那你会意外吗 你一点都不意外 那资型科技 最大的股东跟客户 除了中国的国家政府基金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吉利汽车 就是生产极客这一款的 这个极客是吉利汽车生产的 它也是用自动驾驶辅助 也是用Mobile I 我认为Mobile I 别认为Mobile I 第二个特斯拉也是用它的 全中国大陆十辆汽车 有八辆用它的 原始的软体架构都是用它的 所以中国国安部真的哑巴吃光的 A公司 米公司 很难点名啊 你多推英特尔 英特尔说 干我什么关系 我只是股东啊 对不对 然后你一推 现在不好讲 明明这是以色列的公司 你该怎么办 那到底是商业行为 还是间谍行为 这个有很难去切割 但是国安部只好采取一个回避的方法 叫做什么 敲山政府 兄弟啊 你要搞这是非法的 那非法你就抓人啊 他又不抓人 因为实行科技 他可能觉得 我跟他合作又不是第一天 我做的事情你们也都知道啊 我又没有隐藏你啊 那不管如何 现在已经进入个灰色地带 应该也是中国国安部 现在很头痛的时候 那所以很头痛 他也就不正式宣布啊 就在那边A公司 B公司 让你们去拆 这个叫啞巴吃黄脸 好 事实上 我们看到 美国的国安部在 商务部在今年9月 是基于国安的考量 那也提案说 禁止配备这些 中国制的通讯软体的 这些自驾跟联网车 在美国的道路上行驶 以防遭到驾驶人 还有基础建设的这些资讯 被中方给收集 那我们看到 中国国安部这次有了动作 是不是也是要报复美国 那这次同样是以国安为理由 来做打击 接大使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非常困难 你知道我们以前买车子 车子就是一个车子 对不对 就是一个引擎 一个驾驶系统 现在车子 上面都是什么 都是摄影机 感应器 现在你不要说全自动的驾驶 半自动驾驶 你那个前面 它有一个感应器 它有一个摄影机 高显度 这样好一点车的时候 我有五台摄影机 我这个前面有两个旁边 还有两个后面 还加一个 再加我前面一个 五六台摄影机 它是为了什么 为了安全 为了它的自动驾驶 半自动驾驶 它必须要有 很强的感知系统 所以这个是车子 将来的趋势 每个车子上面 都是一些镜头 它都可以收集路况 那个聚焦放远一点 把附近全部看光光 所以中国大陆 常常说 重要活动的时候 天安门广场附近 对不起 Tesla不准进去 因为他知道 Tesla车子上面 就装了好多摄像机 每一台车都有 它出道场就这么多 越先进的车 上面的摄影机越多 那个精度越高 所以现在你看 美国说 中国大陆的将来车子进来 它上面都是摄影机 就是来探测美国的 开到我的这个 Colorado州的核子基地 就把我那个都看光了 对 那中国大陆何尝不是 你现在这个Mobile Eye 是以色列的 然后那个Intel 又入股了 你对它能够完全放心吗 它得到的这些讯息 它都送到哪里去了 是不是直接进到 Virginia 这个CIA总部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基本上 金罗莎德更可怕 金罗莎德 所以现在就变成就说 汽车本身就是一个 极度高精密度的侦测器 跟侦测工具 所以大家就想办法 就要这么讲来 就要来控制 那美国就是美国霸道 美国中国车通通不准进来 我通通给你挡在外面 那中国大陆事实上 中国大陆是执行开放市场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你的监管 跟你的国安 跟那个新的科技产品 产品的科技化 这是一个怎么样 矛盾的情况 你就得必须要去想办法 就是要去规范它 那怎么规范呢 你规范的话 那你就是说外国的都不行 或者说 那你车子来的时候 你给我验一下 我验车子就把你 专门验你那个 里面的那几个摄影机 看有没有办法 可是问题现在很多东西 现在比如说 大陆很多自动驾驶 我不晓得 像这个华为的自动驾驶系统 它是直接在云端运算 它收到的讯息 直接看到的讯息 它直接到云端就做 大数据的运算 就给车子各种的这种指挥 所以这种设备你又更难了 那它东西看到 第一个就进到云端去了 你怎么管制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有极大难度 那除非就是说 中国大陆说 美国进我的车 对不对 我美国车也通通不准进来 那搞不好美国又跟日本车讲好 说 Toyota你帮我载几个 那个 载几个摄影机 帮我收集情报 我觉得有点防不胜防 当然这是 这科学家可能不是这样的看法 什么事情都是可以防得住 那就看大家将来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安全保障工作上 看谁做得比较彻底吧 是 美中都以这个国安为理由 在电动车上面较量 不过我们也来比一比 看它的销售数量好了 现在我们来比的是 特斯拉对上比亚迪 目前的成绩 智慧驾驶的部分 我们来提到的是 日经新闻的做的报道 说特斯拉目前在 纯电的市场排名 世界第一 第二名的是比亚迪 而且是颈椎载后 我们画面上看到 这个7到9月份 就是他们的销售 特斯拉达到了 46万辆 销售非常的好 另外一头比亚迪销量 44万辆正在不断的赶上当中 另外特斯拉10月10号 也特别发布了 它的自动驾驶计程车 是Robotaxi 透过它扩大运输服务 来增加它的电动车的销量 我们知道特斯拉 特斯拉在混电的动力车 是已经被比亚迪给超越了 现在又在中国 卷入了这个非法测绘 可能有参与在这当中的 一个疑云 那在纯电的部分 会不会输给比亚迪 在之后 在大众运输市场方面 特斯拉的部分 靠着Robotaxi 一较高下 但中国也有 萝卜快跑 特斯拉它的优势又是什么 老师 特斯拉如果在 这个萝卜快跑 它的名字长得很像 但是你说它实在有优势 这个是有点保留 那我分享一个 就是说 所知道 其实这个 大陆的这个萝卜快跑 它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就是说它是自动驾驶的 这个 讲究叫打滴的服务 那我们这边叫叫计程车 大陆叫打滴 它其实它有一个很奇特的来源 就是说 它是在那个武汉地区 就是湖北 因为湖北那边的 司机不知道怎么回事 应该是说 他们都很辛苦 所以他们常常抱怨 或是让搭这些车子 觉得情绪的价值比较受损 所以才会让那个地方 稍微有一些自动的 自动驾驶的计程车 在那边运行 可是如果说 真的提到所谓的国家安全 大陆它其实还是真的很仔细 它真正的国家安全是 它很怕 因为很多去跑滴滴的人 它是就是失业 或是做生意失败等等的 它反而还是很控制 就是说 不要让这个罗伯快跑 以下发展太快 也就是说 自动化取代人力的这个情况 这可能是更细致的 这个国家安全 就是照顾人民 那另外就是说 刚才提到说 现在有这样子的 某A企业 公司被他们的相关部门点名 我是倒是比较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因为在大陆 它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带上这种就是国家安全 或是说 甚至什么 勾结外国势力等等 它常常成为竞争公司之间的 它的一个 等于说打不过对方 就用这个手段去控制 因为他们的政府部分 有时候它也是得被动的受理 就是受理说 你有投诉或是什么等等 所以你看 我自己看这次这个事情 我比较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它可能是他们内部的 已经杀红眼的一些竞争 那有时候政府它其实 相关部分它也只是 只是表个态 那大陆还是很 这个自由经济市场运作 非常高度化 特别是现在这个电动车 世界第一 我比较是从这个角度提出 一样不一样的观点 好 谢谢云中老师 那我们休息一下 上回来 地人政治 内争之间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近战团球发展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